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偷瞄杨子被助理抓包,脸上笑容直勾勾的,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 肖战太双标了,看见杨子脸上的笑容止不住,可面对其他女性突然就冷若冰霜。 作为娱乐圈难得第一名的男艺人,肖战一直很注意跟艺性的距离,可仔细看网友发掘出来的路透,肖战对杨子格外不同,偷看杨子被助理抓包,助理接连起哄,肖战那不好意思的笑容太甜了。 本来肖战跟杨子为了避嫌一前一后的走着,结果肖战一直盯着杨子的后脑勺,杨子一回头就撞见了,肖战的目光正盯着自己,中间的工作人员看到此情此景,一脸很懂的样子在线课堂,肖战也不怕工作人员笑话,脸上的笑容直勾勾的,这不就是爱情的味道吗? 看随身小助理这个工作人员的反应就知道两人并不是第一次这么甜了,两人在剧组的互动还是挺多的。 杨子在跟肖战对戏时,那可是嘴上跟手上都没闲着,不知道是什么话题能够一个接着一个说。 肖战的手还直接在杨子脸上比划,当杨子说不过肖战时,就会愤怒地用小拳拳捶打肖战胸口, 肖战也不预许还赢,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个身体接触, 两人在炎热的片场还能有这么好的氛围,感实属难得。 肖战还会主动邀请杨子拍照,拍照前还特别注重细节地给杨子整理刘海, 随即就把杨子拉入怀中合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的真情流露, 当肖战和杨子相处在同一空间时,杨子就会挥发出自己的可爱属性, 对着肖战手舞足蹈的表演。 要知道每一个女孩子对待喜欢的人都会矜持, 只有在确信对方对自己有好感以后, 才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属性, 而杨子的真实属性就是有趣的灵魂。 当然了,有趣的灵魂一定要对应有趣的人, 肖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面对杨子的稀奇古怪时, 肖战都会笑脸盈盈地配合, 咧着嘴嘎嘎一顿乐呵, 宛如他们之间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一般, 旁边的工作人员再一次捂着嘴看正主发糖。 如果说这些都是肖战看见美丽可爱的杨子时的普通反应, 那么在肖战单独采访时, 这个自然反应也很有特点, 一次采访中, 记者让肖战用小可爱这个词造句, 肖战第一反应就想到了杨子, 好好的造句游戏变成了夸奖杨子的游戏, 这事得有多喜欢才能产生的化学反应呢? 这俩要是在一起的话的是什么神仙组合呢? 北京春晚总导演告诉你, 当导演被媒体问到为什么选择肖战, 杨子作为春晚代言人时, 导演就很有深意地提起了他们俩, 一个是战无不胜的肖战, 一个是紫气东来的杨子, 导演也是在磕CP吧? 不得不说江还是老的辣, 导演是真有眼光, 紫气东来, 战无不胜的CP口号也来源于这里。 如果肖战真的跟杨子在一起了也不错, 温婉如玉加上大大咧咧的CP太甜了。 明星八卦, 邓伦, 易阳千玺, 李线, 华晨宇, 宋威龙, 杨子, 王一博。 一, 最近有部悬疑剧一直在磕邓伦, 其实本子邓伦已经看完了, 但团队内部对这个资源的态度不一致, 所以到现在还没给巨方具体的回复。 不过巨方那边还挺看重邓伦的, 这么长时间一直在等他的回应, 也没有去接触其他男艺人。 二, 易阳千玺即将禁组中国医生。 三, 李线和欧豪之间的竞争力的确有明显的提升。 毕竟不管怎么说, 他们两个如今都是电影《圈力捧》的新生代演员, 再加上两个人的演技都在线, 还都属于出演证据类型的新人, 所以二人接洽的资源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重合的。 四, 华晨宇的合约是到明年7月份, 差不多还有9个月的样子, 目前后续是签约新东架还是自立门户, 还没有特别准确的消息, 但肯定99%是不会续约的。 五, 宋威龙这次对脸近照, 被大家发现皮肤状态很差, 但是不得不说人家底子确实还是没垮, 皮肤这种还是可以经过好好调养回过来的, 虽说对于他们这种工作极其不规律的状态来说确实很难。 六, 原来汪苏龙的《一笑倾城》是为TFBOYS三小支写的, 但是当他拿给TF的公司时代风俊团队看的时候, 团队认为这首歌不符合王俊凯, 王源, 一阳千玺的组合调性拒绝了。 七, 杨子现在接工作自由度很高, 他当初同意跟欢瑞续约就说好了不接欢瑞自制剧, 不帮公司乃新人, 平时欢瑞直接抽成就行了, 其实就相当于杨子挂个名号在欢瑞, 欢瑞不插手他的工作安排。 八, 网撰王一博和肖战都会去录制我们的歌, 都是被人故意扬鼓来引起, 双方粉丝想要产生矛盾互掐, 再往上互对从而影响路人的好感。 九, 明星大侦探第六季和第七季都将在明年播出, 一年双季播出, 原班人马白静庭, 张若云, 魏大勋, 何炯, 撒贝宁加上新的嘉宾共同打造。 一时, 芒果将推出明星恋爱真人秀, 33天限定恋人, 节目组将邀请四对荧幕情侣共同参加, 双方以假想恋爱未开始, 还有恋爱告白环节, 你有提名的嘉宾吗? 小三女星得奖原因? 曾经因为绿了男友被男友打递小三女星, 这次能得奖, 是因为她老公和主办方有利益上的往来, 双方属于资源置换, 女星老公还投资了水果台的项目, 之后女星会拍水果台的剧。 小伙男星专靠富婆 靠和富婆吃饭拿下高奢资源的小伙二字男星, 现在彻底走上了这条捷径, 有富婆找她公司谈资源, 都会要求一定要她本人到场, 男星现在也不主动去剧组试镜了, 资源基本上都从富婆这边拿。 恋爱达人女星感情出问题 恋爱达人女歌手这段时间和男友在感情上出了点问题, 但她和男友必须地继续装恩爱, 因为恋爱综艺的合同已经签了, 如果感情出问题影响形象, 是要给节目组赔钱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